夫妻兩手牽手走進會場 她是被大陸囚禁五年的政治犯李明哲 深深一鞠躬 這段日子以來外界四處奔走求情 妻子李靖渝內心百感交集 要求的不多 簡單的小幸福卻只能是奢望 前民進黨黨工也是NGO工作者的李明哲 2017年3月遭到大陸逮捕 11月就被依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五年 以及剝奪政治權利判兩年 直到今年4月才如願出獄 整整被關押了1852天 李明哲在4月15號從廈門搭機 凡底桃園機場隔離騎馬後 首度公開露面 頭髮白了也多了幾分憔悴 說到機動處忍不住哽咽 因為非常抱歉 回來身體有點不舒服 切到我 五年來所有的委屈 總算獲得宣洩 不只在獄中被不平等對待 法庭上依舊被迫認罪 中國的政府不允許 我做任何的答辯行為 他甚至也不允許我在法庭裡面講話 只允許我唸一篇 他們事先審核過的認罪書 整起事件也獲得外媒關注 基金各界抨擊批判 陸方不得不屈服 釋放李明哲 將勝利歸還給自由一方 對於是 正在想堂下